什么是孕酮?孕酮又叫做黄体酮,是由瓦超黄体分泌的一种天然孕激素,这一激素有调节女人类分泌,月经周期,妊娠等作用,也就是说孕酮在女人怀孕早期,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孕酮在整个孕期,起到什么作用?一,免疫保护作用,孕酮有免疫保护,抑制免疫反应的功效,意思就是说,当女人出现正常妊娠时,孕酮分泌就会增加,就能有效防止胚胎被母体排斥,进而保住胎儿健康。 当孕酮在孕早期出现孕酮不足时,就有可能导致胚胎被母体排斥,而出现流产问题。 二,胚胖着床,当女人在排卵时,体内的黄体就会分泌孕激素,进而子宫内膜就由增值体转化为分泌期,是子宫内膜对于胚胎的着床具有一定的容秀性,也就是说,孕酮的存在能够有效促进胚胖着床。 三,导臺,有研究发现,孕酮能有效改变子宫细胞膜对离子的通透性,是子宫细胞膜处于一种超级化的状态,能有效降低子宫肌的传导性和兴奋性,进而也会降低子宫肌对各种刺激的敏感度,从而能够防止子宫将胚胎排斥,能有效起到导臺功效。 愿早期被查出愿同低,怎么办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